起床准备做核酸 起床准备做核酸 天还没亮 这是疫情底下西安居民的闹钟 西安近似封城进入第21天 民众去不了市场买菜 只能用手机下单 宅在家里简单用餐 今天已经全部都售完了 上面有养货多呢 我给儿子多买一点 因为在小区买不到这样 除了陕西西安 河南宇州 安阳也紧急实施近似封城的措施 总共将近2000人被禁足 为了严防疫情的外溢 安阳从昨天开始再次升级管控措施 要求暂停人员流动 居民足不出户 最新一个近似封城的安阳 8天内累计84起本土病例 大部分是一所中学的寄宿生 全校4000多人被送往集中检疫所隔离 另外通往北京的列车车票也停售 同样在河南 民众生活病需品全靠卡车运输 外地运送物资的车辆不能够进入宇州市 那怎么办呢 就集中在这个地方进行一个对接 物资的对接 镜头转回这波Omicron疫情的源头 天津目前只是加强管控 民众趁着还能出门继续囤购物资 当局布置加速制作PCR检测实际 还持续呼吁民众打疫苗 在国外有百分之大概是五六十吧 出现了持续症状或者后遗症 所以我们说不能掉以轻心 疫苗该打还得打 防止重症 防止这个死亡率的作用 依旧很强 再过两个多星期就要过春节 病种病毒把民众的返乡计划 全部打乱 就是想回东北老家过年的这个希望 已经完完全全破灭了 想都不用想了 除了过年 下个月还是北京政府准备已久的冬季奥运 纽约时报指出疫情快速蔓延 习近平之前宣示要安全举行冬奥 看来已经不太可能 大新闻的绝与编译